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阳光普照 老叶园里的叶子很多都成熟可以收成了 这里是台东 老叶是这里很重要的农作物 像这样的老叶园在台东很常见 不过这个园子的主人不是台湾人 而是越南籍的外籍配偶陈瑶香 来台湾十多年一开始也是给人家请的老叶园工人 后来他动起创业念头 我们在动这里就是靠种叶子生活的 大家都用心去雇这个叶子赚钱 我也像跟人家一样拼 摘下的叶子要先清洗干净 然后分几除笔把它们通通叠好 修剪一下还能摆放整齐 等着中盘商来收获 陈瑶香找来外籍配偶姐妹桃梅一起叠叶子 大家还能借着机会闲话家常 互相关心 婆家的支持是她能够奋斗下去的动力 我回来有时候赶着回来煮菜 我婆婆就煮好了 有时候就是互相忙忙 今年她的四分地收成状况比较上轨道了 陈瑶香说要再努力加加油 希望越来越好 能够赚多一点钱给家人更好的日子